大家好,这里是学术使命的公益讲座 我们由学术使命平台举办 我们的平台是持有保守主义的信仰和意识形态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在学术层面 致力于继承并发展构建基督教保守主义学术的建制体系 同时与异化和腐败基督教信仰的自由主义学说 做正面的这样的战争 我们是有固定的讲座的时间 现在是周五的每天每个周五的晚上美东时间九点到十点半 北京时间是周六的上午九点到十点半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2号礼拜五 美国时间礼拜五 北京时间礼拜六 我们今天的讲座是由马克善弟兄为我们带来的书评送上节传 马克弟兄现在现居美国国士顿 原籍是中国的新疆伊犁 他2020年来美国留学 他在哲学 宗教学 系统神学 历史学以及文学上都颇有造诣 宋上节我们知道是近代中国一个就可以说最伟大的宣教士 他的传奇经历和对宣教的伟大贡献 使任何关注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人都无法绕开对他的评价 这本书是宋上节传是最新的著作 特别感谢马克今天能给我们带来对这本书的一个为我们的串讲和一个评价 我个人也非常期待 谢谢大家有请马克弟兄 好的 非常感谢高文牧师的介绍 在暑期的时候高文牧师我们有一次交谈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在秋冬季的公益奖系列讲座中 我们应该如何改进 高文牧师提出我们应该穿插一些书评 书评的方式比较简短 可以非常短 比如15分钟 20分钟 30分钟就结束 不像学术讲座一样比较沉长 另外通过书评我们能够了解许多现有的知识体系 学术观点的立场 所以当时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建议 我们就打算这样办了 那么我就在寻找第一本书去做书评的 正在这个时候呢 有个神区院的英文杂志 他们主编邀请我写个书评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 这本书呢 汉语呢就翻译成宋尚节 现代中国基督教和新造的人 好我下面简单 我就答应了 答应了呢就开始阅读这本书 是为了读写书品 但发现这本书是极好的一个案例 作为我们的第一次书评 那么为什么是极好的案例呢 与高尔牧师在开场白 讲我们学术使命平台的使命 有息息相关 这是非常 上帝提供的一个好的案例 好 这本著作 学术著作的简介 英文名字 大家可以看 Jung Song Jung Song Modern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Man 我把它翻译成汉语 宋尚节 现代中国基督教和新造的人 作者呢叫Daryl Ireland 我并不认识的作者 只是听说过 尤其是我在写书的过程中 请教了一两位学者 对他 但仍然是没不了解 这个没关系 我想 我不了解这个作者 我在写书评的时候 反而奉迷 见到一个科班的立场 出版社是贝勒大学 地点美国德克萨斯州 出版日期2020年 就是去年了 作者的背景是 波士顿大学神学院的 研究助理教授 大学地点 美国波士顿市 而右边就是 这本书的封面 这是封底 有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 对这本书写的称赞评论推荐 还有一些机构的 就是一些教授 包括 比较著名的一些大学 包括波士大学神学院的 一位教授 也很著名 我个人的简介 叫善传航 英文名字 Mark Shan 我的身份是赛读博士学生 我是老博士了 从2007年开始 博士了 现在 换了三所大学 原籍中国新疆 毅理 现在是住在 美国波士顿地区 书评的用途是 应邀 撰写书评 英文 基督教学书杂志发表 发表日期尚未确定 序言 这是一本研究 中国基督教历史著名人物 宋尚杰博士的学术著作 在前言介绍中 这位作者宣称 这是关于宋尚杰 在20世纪早期 动荡的岁月里 如何建构 现代中国基督教的故事 作为读者 如果你只看到 这本书的前缘介绍 和最后的总结 就会得出这样的印象 这是关于宋尚杰的 传记历史 以及他对中国基督教的 传奇引起 并且这与作者的 信仰立场无关 当然我并不了解 这个作者的信仰立场 我在写书评的时候 甚至当时还并不知道 它是国生大学神宣 然后 带着这样的印象 和对这本书著作的尊重 我足距足跃阅读 渐渐发现这本书的阐述角度 对宋尚杰个人及其事工传奇 并不友好 属于比较明显的自由主义叙事套路 构建所谓的 有关宋尚杰故事背后的故事 无论作者持有怎样的动机和历程 这个所谓新版本的故事 并非传奇历史 严重曲解 甚至贬低了宋尚杰 这位中国更正教历史中 作为伟大的教会奋行家 的个人形象和事工形象 也解构甚至 嘲弄了 当时中国基要保守派的 基部教神学和教义 以及教会形象 第二 该书采用双轨平行叙事的结果 就是这本书它在叙事有两条线 一条线 一条线是 人们对宋尚杰的评价 以及报道 就是传记性的 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认识 你尽管也包一块有争议的认识 而是基于历史 第二条线是 作者基于一些资料 进行 参与他个人的解读 所以这是两条线 所以该书通过 精心研究和挑选的历史资料 包括宋尚杰的日记 当时媒体的报道 一些机构的报告 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建构了独立的双轨平行 持续式结构 产生了有意或无意的误导性 这个误导性主要是我说的 第二条线路 因此解构了宋尚杰所代表的 保守基督教信仰和神学 将宋尚杰博士各人拉下神坛 并因此捎带 苏联了中国的保守根正教 从那个时代直到现在 全书贯穿了八项叙事解读论点 主要采用自由主义学术阵营和 自然主义学术阵营的解构主义 方法论 结构主义框架 尤其是他们常用的 结构圣经权威的两大方法论 文本分析和历史分析 下面是我的声明 在书评中 在这次报告中 这次讲座中 本人的一些细节翻译 可能有失精准 但是总体意思是准确的 大家为了验证比较 可以阅读这本书英文原作 或者阅读本人将要刊登的 英文书评版本 我是因为英文写这个书 将来我会用中文 有可能用中文也再去写 第三 八项解构曲解和淡化 第一 针对宋上节的个人信仰灵性 第二 针对宋上节的人品政治性 第三 针对宋上节的奋信 事工的宗教性 第四 针对宋上节步道的恩赐能力 第五 针对宋上节步道的宗教吸引力 第六 针对宋上节在新加坡的巨大成功 及其所影响的妇女复兴运动 第七 针对宋上节的医治事工 和他的因病去世 第八 针对自从宋上节时代至今的 华人基要保守复兴派的复兴运动 所以这是这本书的八项 解构 曲解和淡化 这本书一共有七章 从第一章到第七章 主要的内容 为什么八项呢 他的结论也是如此 当然如果只看前面的介绍 我们很难看出来 只看结论 第一 针对宋上节的个人信仰灵性 第一章的题目是瓦解 或者是 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理解的话 就是瓦解吧 就是说一种失望 一种瓦解 一种人心消化 如水那类的意思 主要讲述了24岁的宋上节 于1927年在美国欧海河州 获得化学博士后 前往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 期间 自愿 以后的自愿 被送入精神病院 理由 是一些同学和教授 因为宋上节公开谈论 熟灵的 个人兴奋的经历 而被视为精神不正常 作者引用了宋上节 在精神病院的原始至迹 主要用英文写成 偶尔夹杂汉语单词 通过选择性的摘录和解读 引导读者倾向得出类似的结论 认为该神学院的裁决判断 该精神病院的诊断 是客观合理 作者是列举的重点证据 之一 是宋上节在封人院的日记中 特别是在1927年3月和4月的 其中两天的日记中 宣称他与圣母相爱 亲吻结婚 这是这本书的第21月23月25月 那其中这个圣母呢 其中这个圣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圣母是谁的问题 那么通过这种作者所引用的 你是无法看出作者想表达的 圣母的概念 以及宋上节确实是精神病的这样的一个 叙事框架之外的意思 所以我想呢 这个需要呢 去阅读宋上节的日记的本身 需要明白上下文的关系 然而我的评论是 即使从这些作者所精心挑选 所选择性构建叙事结构的引用 来看 宋上节的这些熟灵体验描述 是采用高度预言化的预言 表达火热性而隐私经历 这是典型的宗教情感 宇宋上节的寻道会 寻礼会门派的背景是一致的 不应该被视为精神队 而且是应该得到尊重 尤其是要得到学术研究者的尊重 避免暗示性的主观解决 无论你是持有自然主义 还是自由主义的立场 无论你做的是什么观念 你写的是个历史书籍 是一个基督教历史书籍 是一百年前关于一个 中国基督教名人的一本 传记历史 所以作为学者 避免暗示性的主观解决 也就是说学者 作为一个学者 没有资格 去作为一个中国基督教 内部的人士 那个角度去评议宋上节 我想这个在学术界 只是一个共识 你可以不相不相信 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你在表达历史 传记 传记历史的时候 你是需要尊重 基督教内部的叙事 这个华人 基督教内部的叙事群体 尤其是一百年前 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这是学术的常识 更何况我个人是看到了 宋上节的这些日记的原文 我发现作者的引用 是完全是区解 是按照作者的主观的方向 换句来说 作者在努力 去为当时的协和神学院 也是我们说 在基督教保守主义门派里边 一个臭名昭著的自由主义神学 民生狼藉的自由主义神学 为他们背书 为当时的精神病院背书 所以至于书上节的日记的原文 我目前个人 我现在在这里不去引用 但我是读过的 我是这两天的日记 我是完整的读过 非常震惊 你同样的引用 你选择性引用 完全可以描述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叙事结果 这个我想在政治宣传中 在很多的这种 尤其政治宣传 大家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方法和效果 第二 针对宋尚节的人品政治性 第二章的题目为新人 主要讲述了宋尚节1927年 离开封人院回国的事情 作者构建了这样一个 令人不安的解读框架 那就是在宣教士团体的帮助下 宋尚节将封人院的精神病历史经历 解释为复杂全面的见证 打造了一个有争议的经历版本 解读为宋尚节 通过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人的异象 和故事 从而感动了许多中国人 他自己因此也得到了一份工作 一份新的施工角色 这是这本书的第41页和第55页的内容 这位作者认为 这位作者认为宋尚节通过夸张和不真实的方式 讲述自己的见证 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这种方法至今还在中国教会中 宋尚节的撒谎 例如我说 高尔正牧师这个人经常撒谎 我先告诉大家一些例子 但是 他文军是为了上帝的缘故 但这样的效果是什么呢 这样的效果 无论是基督徒 还是不基督徒 高尔牧师的形象就被解构 当然高尔牧师是 我举个例子假设了 高尔牧师是非常 令我清晰的牧师和学者 我的书评议论 这一章的 上面是刚才那段 第五十页的内容 总结 本章新人的称呼一与双关 讽刺了宋尚节 通过西方保守派宣教团体的帮助 宣传个人的假见证和谎言 将自己有精神病的不光彩历史洗白 成为一个受人追捧的新人 刚才我又想补充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 圣母亲吻结婚的事 我看到日记原文才知道 那完全是保守主义 完全是中国基督教保守主义特色 完全是比喻的 是非常高尚的东西 非常神圣的东西 就是 就是在 它是沿着 它是沿着耶稣基督的那种比喻 就是耶稣基督是新郎 教会是新娘 就这类的圣经比喻 是这种思路 这种解读框架 是非常神圣的 但是这个作者的引用 让人们读了 就认为宋尚节发疯了 他怎么和这个圣母结婚 哪亲吻了等等 但事实上 所谓这个圣母到底是什么 在宋尚节的时期里 非常清楚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比喻 所以宋尚节将 就是它构建了一个比喻 在圣经的基础上 有圣父 他就有圣母 还有兄弟姐妹 所以还是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就不多讲 第三 针对宋尚节的奋信事工的宗教学 第三章题目是新方式 说明了宋尚节的事工 极其成功 激励了大约10%的 中国更正教组 10% 作者强调 这是了不起的少数 所以你看这种措辞没有 10% 这是少数了 但才承认了不起的少数 所以我想即使葛培里 如果能激励整个美国10%的 新教徒 这个激励不是间接激励 是直接的激励 产生这种火热的生命的提升 我想这个 你绝对不可以用少数人来去合作 这是极其了不起的成功 同样在后边的新加坡的事工中 做得采用这样的一种 用语言措辞的方式 自由主义这种 语言修辞的方式 点滴代化宋尚节的事工 而宋尚节当时在新加坡激励了那些妇女 那些妇女们起来传福音 将新加坡整个全国人口传福音影响一遍 但信人一单一单并不是所有人信了 信人只是少数 所以你看 所以这就是这种 在这个书里有很多这类的修辞手 既要承认事实 同时又想淡化 又想曲解 甚至表达 这个是完全违背学术规范的 甚至违背了学术的政治性 学术的政治性 他还谈到第三章 还谈到这些激励的 大约10%的中国文章教学 主要是通过什么 中国宋尚杰极端化的措辞 是宋尚杰的极端化的措辞 而产生的这种效果 作者还指出 在宋尚杰成功事工的幕后 是林恩派的大能之风 但是作者同时呢 又引用了宋尚杰的一段话 宋尚杰是反对说方言 与此说明宋尚杰并非林恩 所以宋尚杰实际上就是 那个时代的寻道会 约翰·威斯里的风格 作者指出 他有林恩派的大能之风 而且为他提供 施工平台的美国宣教团体 借用当时中国最先进的 各种商店营销的方式 就是为了拉人 第73页 作者还将宋尚杰的形象 描绘成为中国传统的说书人 收钱演讲 通过道具夸张的姿势 和滑稽的表演 为了娱乐听众 还说宋尚杰甚至通过想象 改写了圣经的一些经文 这个内容总结和引用 来自第74、76 当我看到的这个时候 反复眼中 上奥分担合中出现 北京那种说相声的那种形象 根据作者的描述 第四 针对宋尚杰博士步道的恩赐能力 第四上的题目是新地方 讲述了宋尚杰于1934年开始的 独立的巡回步道施工 他脱离了机构背影 脱离了美工施工机构 事实上是被开除的 或者是被下岗的吧 下岗可就好 而且我还被下岗 出于失业状态 有教授 就是人教授 我们在开始之前 谈论这个事情 还谈到很多这种见证 神迹其事 那我个人其实对宋尚杰 原先并不了解 我在中国 我在新疆接受的福音 在那边对基督教知识 基本不太重 我当时后来 为了写新疆基督教史 采访一个变传福音团的老人 就是孟正教师 他给我谈到 当时在北京参加了 宋尚杰的步道部 对他生命的影响 所以那次我才直观的 对宋尚杰有开始影响 所以在中国教会 都大量见证 那我们知道 在中国教会 也确实历史 我们知道 现在出现一些假见证 出现一些谎言人 这是存在的 在宋尚杰是不是 那些中国的谎言人 他们并不持久 整个中国教会 自己把他们揭露 那宋尚杰呢 整个宋尚杰 中国教会 直到现在 从那时候 现在高度评价 因为他的传奇影响 就像使徒式的影响 一直在中国教会残留着 遗留着 他的精神 他的树林的遗产 极其丰富 不是一个美国的作者 就可以写这本书 就可以否定 就是令人 让我感到独立手 从尊敬开始感到失望 从失望到达 有点愤怒 我愤怒后来感到好笑 十分荒诞 结果感到一种遗憾 甚至一种同情 所以我尽量不去谈作者 就尽量谈这本书了 我也不认识作者 不了解 作者说明 这本书说明 宋尚杰在天津 就是他的步道会 飞行会的巨大成功 主要是因为得到了 当地资产阶级 民流的帮助 其中包括中华民国 已故的第二任总统 黎元宏的家人 他们都亲自参加 宋尚杰的步道大会 这一章还说明 宋尚杰利用了 这些名人的优势 并变成了自己的资本 这是第一百页 103页 104页 总结和认证 作者甚至直言不讳 宋尚杰在这些 城市精英的小圈子里 学会了如何交易 这些名人支持者们 肯定是用钱搞定事情 因此宋尚杰和这些 资产阶级保持着关系 人们不得不疑问 他是否充当了 这些人的走狗 原文那个单词 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翻译 我采用了谷歌的翻译 就是走狗 我认识 他这个词在这里 他在原文中就是意思 这个内容引用 总结于第96页 第101页 第110页 第110页 作者还指出 宋尚杰的复兴大会 产生了大量的个人收入 在1934年之前 宋尚杰就在上海的 法国租界区 这个中国最贵的社区之一 购买住宅 作者还指出 宋尚杰作为一个天才 是不会漏富的 是不会悬富的 这是第104 这个打漏了 第104和应该105页 所以我的书评议论 将宋尚杰的成功 归咎于民人的支持 和他的金鱼算计 金鱼公计 而不愿意承认 他的恩赐能力和宗教 召唤力 于是在这位作者 在这张的笔下 宋尚杰作为 一名金鸣的商人 和社会活动家的形象 得到了确立 如果你按照 作者的叙事 手法和内容 你就会 有这样的形象 对宋尚杰 就会获得这样的形象 后面的5、6 第5、第6 我就省略了 第5、第6是 我刚才提到 新加坡的十分 还有其他的事 我就省略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跳到第7 第7项的解构的 一个论点 针对宋尚杰的一致事工 和他的因病去世 第7章的题目是 新的身体 大家记住这个题目 新的身体 讲述了一致 就是神迹其实的一致 这种基督教的一致 成为宋尚杰的 步道主题和重点项目 以及他广受欢迎 和民生大造的核心艺术 媒体报道 也是纷纷报道 着重强调 他的令人惊奇着迷 和神迹化的医疗效果 这是第170 186月 所以这个作者 就是这个 你看这是第一条线路 没上问题 这是当时客观的情况 但问题在于作者 他有第二条线路 那么作者分析解读的时候 这条第二条线路 作者分析解读说 这本书这张 作者分析解读说 当熟天的灵 控制他们的身体时 萨满乌师们 都呼吸沉重 跳着节拍 踏着节拍 四处跳跃 宋尚杰的做法 是一样 这是引用 原文的引用 翻译 这章的原文里面 和萨满乌师类似 宋 宋尚杰 也依赖 护身符 用类似的方法 使用圣经 这是第180 作者继续撒网 涉局 你注意了吗 从我的分析 看来 他是撒网涉局 撒网涉局 他指出 宋尚杰曾直言不讳地说 你们应当知道 无论你得了什么病 都是来自罪 如果你有罪 你就有病 没有病 就没有 没有罪 就没有病 宋尚杰还强调 认罪悔改 是得医治的关键 这是第187页 第188页的 引用和总结 摘要 那么这段 大家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再往下看 为什么作者 要引用 这段 作者开始收网了 他讲述说 在这个书里讲述 是这样讲述 宋尚杰在美国 就患有 治楼疮病 他治疮和楼疮病 手术 在美国手术不成功 所以当这个时候 宋尚杰的病情 不断加重了 他仍然拒绝医疗救助 因为宋尚杰认为 这与他宣讲的 医治信息相矛盾 前面作者还引用了 他这样的宋尚杰 当时在步道医治大会 所讲的那些信息 就深醉悔改 上帝的医治等等 所以宋尚杰 他说宋尚杰认为 这与他宣讲的信息相矛盾 他就按照自己的处方 祈求怜悯 承认他的许多罪 于是 引用 引用引号 祈求怜悯 他按照自己的处方 然后直接引用引号 祈求怜悯 承认他的许多罪 于是宋尚杰成为 自己讲道中的 活着的例证 不管他多少次主动 呼求耶稣 或扶摸圣经 他还是没有得到遗兹 他在房间的角落里 清洗着他的内裤 他在每场的步道会之后 都在极力掩藏脱下来的 湿漏漏漏的脏物 污秽 然而宋仍然拒绝医疗干预 好 我直接引用完毕 下面是我的 给他的总结真要 宋尚杰后来在劝说下 接受了西医救治 做了几次手术 然后下面是直接引用 引号 1944年8月18日 宋死了 当时他42岁 这是第201 202年 我想大家应该改到了足够的阵纪 既然是这样的一本 一本学术作者 所谓的学术作者 确实是学术 有学术的规范 是学术的范式 确实是学术作者 在我们感到什么 这种震惊 这种学术手法的变异 到如此的地步 博的书评议论是 这一章 这个是令人高度观的叙事手法 仿佛让人想到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也遭到人们类似的嘲笑羞辱 那人说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还依靠上帝 上帝若喜悦他 现在可以救他 这是马太福音 五章42到43年 而且我认为 任何具有美国基督教历史 神学常识的学者 都应该知道 作为美国巡礼会传统 作为美国巡礼会传统的 事工风格 他的神学 他的特点 而宋尚杰呢 他的所有事工 尤其他独立后的这种 事工模式和风格 包括他的成圣观 包括他重视身体德一致 与该门派创始人 约翰·魏斯里一脉相承 所以宋尚杰小的时候 信主 就是在约翰·魏斯里 这个门派 在中国翻译成 美业美会 就是主教制的 卫理工会 就是约翰·魏斯里创始 所以他与约翰·魏斯里 是一脉相承 他的事工 事工的方式内涵 神学等等 如果再考虑 宋尚杰博士博士 在中国教会和社会中的 传奇影响力 那么他宋尚杰 堪称是中国版的 约翰·魏斯里 我想作为一个 美国的学者 研究积累的学者 这个本土学者 难道对这个不清楚吗 对美国的 约翰·魏斯里的传统不清楚吗 这个问题就做着来回答 我不去猜测 但我有我的看法 作为一个学者 基督徒 管基督徒 我在读著作的时候 就这样的书说 我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误导 我是有头脑 为自己独立建筑 有common sense 任何一个common sense 都不会被这个书说误导 无论你采用什么立场 无论你信什么 不信什么 第八个解构点 针对自圣上节时代 至今的华人 基要保守福音派的 复兴运动 读完前面的七章 再读最后的总结 现在中国基督教 读者就能明白 其中的上下文表达的 一致关系 这种叙事结构 叙事风格的关系 下面是直接引用 第204第205件 当代中国基督教 围绕着林恩式的人物 经常是那些旅行步道者 独立于机构控制的运作 信仰一致 在基督教的成长中 带来重要的角色 他在谈中国的基督教 当代 就从那个时候 从不是当代的 就是现在 现在和当时 情况是一样的 然后下面是直接引用 有一点是清楚的 80年后 我们 这个才没有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人 基督教信仰 表达最流行的方式 是来自宋 宋上节的原型和典范 这引用是第207页 然后207页 还有这样一个 还有这样一句话 直接引用 知道了宋上节 或者说明白了宋上节 如何成为新人的故事 就明白了 现在中国基督教的形成 我的书品 议论是这样的 根据作者的引导性和 启发性的承受收 读者就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宋上节的基督徒新人形象 是编造成 是基于谎言 是基于包装 那么 华人基督教当时的形成 尤其在中国 也是如此不真实 最后我的整个书品总结 我的反思了 我的主观认知了 当然我相信是反应客观的 无论从学术水平层面 还是学者良知的角度 这本书都是一部左派 诋毁华人基督教 及其历史传奇 使徒式的先知识人物的 宋上节的宣传笔 中国境内的基督徒 对这种经典的报纸社论 写作学习手法和讽刺风格 十分熟悉 同时对于美国境内的基督徒来说 这种敌视基督教的 欧美左派之隐晦恶势力 自二战后一贯如此 去年2020年达到高潮 这本书里也提到 宋上节是 博士对美国基督教自由主义阵营的批评 定性为假冒伪善 我表示同意 我在美国史的学术界 在了20年 将近20年 我表示同意 这无疑是对其 法利赛主义一针见血的经验认评 这我深表同意 宋上节博士毕竟在美国留过血 亲身接触过 在中国也接触过 所以这种法利赛主义 在美国的基督教里 法利赛主义 我是深刻的感受到 在在20年 在美国的教会中 社会中 还有学术前 深刻的感受 第二点 我的引申 第二点 反思 这是我的总结性评论 即使站在非宗教的 科学主义学术规范的立场 尤其是美国自由主义 还有科学主义 自然主义无声论 都一致称赞的学术大师 威廉·詹姆斯 威廉·詹姆斯 他所代表的宗教现象研究成果 他的一本 他的最著名的著作 我们知道 是吧 宗教体验的 和经宗教经历的多样性 出版1902年 应该是 1902年 应该是那一年 大概那一年 那一两年 他在这本书里呢 强调了 这些宗教徒的情绪的兴奋 恰恰是圣徒价值的种 就是说真正的圣徒 的模式 他一定要经历 情绪的兴奋 所以他通过这个科学现象研究 发现这是全部的立 全部的兴奋 这是一个规律 其实宗文杰也是如此 他有影响力 所以圣徒 就他激励这种情绪的兴奋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非常兴奋 个人的神秘经历 极深的 极深刻的 树林体验 以至于将 把自己视为结婚 亲吻 那种 个人日记 当然个人日记 我们要知道 个人日记 它是个人隐私 范畴的 它在个人意志的表达 在个人意志 在个人日记中的表达 是能够放得开的 它和公开的讲话 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要意识到这一样 个人知识记 就是个人心理事件的反应 是个人深处的反应 是个人与个人对话的 毫不遮掩 演示的一种对话 或者是尽可能的不遮掩 所以这种情绪的兴奋 科学主义 他们谈到的这种宗教现象 情绪的兴奋 他说恰恰是 胜出价值的总 这是个客观现象 他的意思 无论你相不相近 是另一回事 因此呢 即使从这个角度 华人包是被基督徒 也有充分的理由 也有充分的理由 包括我在内 对这部失败的学术著作 尤其是其权辱主义的 思维模式 改造遗憾和悲哀 那作为美国的本土学者 这位著作的 这本著作的学者 对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 中国高级知识分子 基督徒领袖 保罗式的角色 宋尚杰 以及保守主义的基督教 基要主义的基督教 从人物传记历史的学术范式角度 解构了宋尚杰博士 华人基督教的宗教神圣性 这是不可理喻 也令美中两国有良知的学者们尴尬 包括我在内 好 最后的思考题 面对左派解构主义的镰刀斧头 这是我们学术使命的 刚才高纬牧师谈到的 我们使命之一 如何面对左派的解构主义 无论左派是来自于政治 来自于学术 来自于无神论 来自于低基督教的狂人的左派 还是来自于基督教内部的左派 及自由主义 我们如何应对 如何继续熟灵征战 和学术的护教工作 我的两个问题 第一 如果这位作者撰写的是 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宗教人物传记 他是否会采用 同样的解构分析方法呢 如果不会的话 那就双重标准 这是美国左派的特点 欺软怕硬 欺软怕硬 鬼也怕恶人 对中国人说 对伊斯兰教竭尽讨好 乐于奉承 对基督教 就是减软的欺负 第二 作为美国的华人 博数主义基督徒和江户 当如何实派 左派自由主义 和极端这种极端自然主义的 学术战略 并应对其工农兵大学的 敌基督教建制制 所以他们的这个学术呢 基本上是和中国当时 文革世界的工农兵大学 一帮工农兵 拿到了国际学位 学术水平极差 学术寒养极差 极其狂妄和这种无知吧 我把它称为工农兵大学 或者工农兵大学生 这是我今天的视频讲座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也感谢 你在我把这个交给高委之前 下面的问题解答之前 我也看到广场的庄主坤牧师 也参加了讲座 我十分荣幸 我庄主坤牧师也是 我十分敬重的学者型牧师 而且为人豪爽 所以我比较欣赏 好的 我把时间交给高委牧师 麻烦你请庄主坤牧师 做个首样评点 谢谢 好特别感谢 马克弟兄 给我们做了精彩的书评 在开始我们后面是有 会有一段时间的 这个问答时间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 如果是第一次来的 没有留下email 参与者 你可以留下email 这样我们以后可以 向你发布一些 我们讲座的信息 还有提供可能一些资料 所以可以留在留言区 我们可以记录下来 谢谢大家 现在后面是 这个评论和Q&A的时间 我们那个庄牧师 你能开麦吗 因为之前几天 姚希老师告诉我说 Mark有这样一个讲座 所以在我提出一些回应之前 先pass一些information 因为有些人可能知道了 就是下礼拜25号到28号 实际上有四天的讲座 国内也可以看的 就是关于宋尚节的 因为他今年是120周年 是他的外孙 王天生牧师主办 那个是一个国际性的 换句话说最主要的听众来自于中国 国内 那他们会有办法 让你们可以上去听的 那国外部分 当然用YouTube 用什么都可以 所以在下个礼拜 四天的讲座里面 我其中讲了一篇 我也谈到宋尚节的那个 那刚刚Mark所说的好几样 我都在那里面 有一些类似这样的 当然我不是 从回应这本 新的这个英文的传记 来讲的 但是我完全同意 Mark刚刚所提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只是让大家知道 如果你对宋尚节的生平 希望有更多的了解 那么在下礼拜四天的讲座里面 又包括这个 代记忠牧师 甚至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 代德生第五代的孙子 他里面有个讲座 那我有一个讲座 然后另外苏文峰牧师 有一个讲座 另外还有两个讲座 是谁呢 在宋尚节的传记里面 其中有一本 英文的 这个是由马来西亚 林加东牧师写的 等下我会讲一下 这个传记的不同 这个林加东牧师讲了 所以他会有一个讲座 讲宋尚节的生平 另外还有一部 是中文的 思维写了 你这样看得清楚吗 《献记者》 献记者 是中文的宋尚节传 但算是比较新一点 以前的时候 除了宋尚节的女儿 帮她出了一些她的日记以外 另外就是 那个很早以前 有一位苏邦多牧师 那个是一个宣教士 在江西南昌的 她很早的时候 写了一篇薄薄的 《宋尚节传》 这我以前很早就读过那本 那后来真的 《宋尚节》的传记 不是太多 零零欣欣欣的一些 那这几部算是 比较完整一点 所以如果大家 对宋尚节的生平 有兴趣的话 你不一定拿得到 不过知道 在下礼拜的 这个讲座里面 这两位作者 都会现身说法 他会提到一些 宋尚节的传记 然后刚刚Mark评论到 这个作者 那这个作者 事实上他现在是 波斯顿大学神学院的 这个助理教授 我的印象中 他的博士 就是在波斯顿大学读的 我不知道确定 对不对 这个Mark你可以纠正一下 我的印象中 他是波斯顿大学毕业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他的 你有提到他的书的那种 英文的书里面的推荐人之一 就一个 就是Donald Robert 就是波斯顿大学历史系的 神学院里面历史系的教授 但是Donald Robert 我知道他是一个福音派的 但是波斯顿大学神学院 本身是一个比较偏自由派的 事实上Mark你自己在波斯顿大学 也读过几年吧 你说过你换了三个学校 那波斯顿大学是其中一个 所以你了解这个大学 整个的神学立场是什么 所以他是一个 这个大学的 基老师现在是助理教授 然后他可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那因此 他的神学立场是自由派 我想大概猜也猜得出来 所以因此说 我那时候 因为我安排我的讲座的时候 我去收集一下有什么 我有注意到说 2015年 这一位 你说是2020年出版的 反正好像是2015年 他的博士论文大概是 然后出版这本书 背的书是2020年 所以我也注意到这本书 然后大概约略的 从一些所所佩佩的里面 大概有提到他在怎么讲 我也知道说 他的观点是很不一样 不过谢谢Mark 刚刚就讲得很清楚 他到底讲了些什么 然后有哪些是值得争议的地方 但是这本书呢 也的确有一点就是说 他用了一些材料 是我们一般人在写传记的时候 写宋常节传记的时候 可能用的不多的 那唯一不确定的是 林家东牧师这本英文的 我知道他查过很多英文的材料 但是我不确定的 但我知道 目前这个作者 Aaron Aled 这个Daryl 他用的材料里面有很多是什么 他是到了纽约协和神学院 就是当年宋常节读神学院 然后被关到精神病院 那个神学院 他到那个神学院去找了很多 他们的资料 就是说当时宋常节载的 英文的日记 他没有带走 没带走 是留在的 纽约 结果神学院既然也没有丢掉 留着 所以他用了很多那种英文的日记 这是我所知道 我们一般来写宋常节传的时候 你没有拿到那个 你没有看到那个东西 但他的主要是用那个 反过来说 这一位作者 因为是美国人 我怀疑他的中文能力 所以他有没有看过 宋常节的中文日记 以及后来大半生 宋常节 大半生在中国的服饰 他提到中国的什么样的复兴 什么样的什么事情 神医歧视的事情 他有多少第一手资料 我怀疑 他可能都是 间接的资料 他没有办法看中文 我想实际上 但他的强项是英文 所以因此他看到了 《协和神学院》里面 包括宋常节的日记 还有当时那几位相关的 包括那个院长 包括那个院长 还有几个教授 还有这件事情 他们写了一些东西 包括精神病院 那几个的诊断资料 这一位作者 他有看到 当然 刚刚马克已经说了 他可能选择性的把一些东西 把它讲出来 然后甚至引用他的日记的时候 也是一个选择性的 所以让你有个误导 但他用过这个材料 至少我们很多像 思维的这个县记者 非常厚 他用了很多很多材料 他事实上思维 他亲自去访问过很多 现在还活着的 跟他有关系的人 说他写了这个东西 那他也跑到南洋等等 所以思维写这份是 写很不简单的 但是我相信思维没有读过 协和神学院的材料 但这本传记是提到了 只不过 刚才马克已经说了 很可惜 他是有点有趋势的 但是林家中牧师的这个传记呢 有没有用到过 我不能确定有 我也不能说没有 那林家中牧师的这本传是稍微早一点点 不过不是太早 2012年出版的 但我记得他是2010年前后毕业的 这是他的博士动文 他的博士动文 在那个德州 博士动文 所以他用过一些材料 包括英文的材料 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刚才马克所提到的一些 对他的著作的评论 还有对宋上杰个人的评论 其实我最后就提一两点就好了 等一下大家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在问题当中 大家来交流一下 事实上 我在我的讲座就提到 宋上杰有一件事情 我想这个作者 从自由派的观点 他会贬低所谓的保守派 或者什么东西 就是说所谓的神奇奇事 所谓圣灵的工作 我是怀疑这个作者 他成不成了有圣灵工作的 我自己的母亲 就是宋上杰步道信主的 所以我在讲座 你们就说了 王天生牧师 是宋上杰女儿的大儿子 指他是宋上杰嫡系的外孙 我呢 我是宋上杰属灵的外孙 因为我妈妈是步道会信主的 然后后来我听到 苏文峰牧师 苏文峰牧师怎么说呢 苏文峰的母亲 不是在步道会信主的 但是被奋心的 奋心之后 后来他母亲 才嫁给他的爸爸等等等等 培育住这些孩子们 所以苏文峰牧师 他的大哥苏文龙牧师 他出了两个牧师 还有好几个在侍奉神的 所以我们都跟宋上杰有这样的关系 同时等于说是果子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是活生生的 那么至于他的一些见证包括神医 不是像他讲的好像是 他说是沙满好像是那个巫童 那种巫师那种鸡童 那种做出来的骗人的东西 不是 然后我前一阵子还跟那个山东的一位 也是专门教教授 一个专门教教会历史的教授 李毅 李老师 他就提到 他亲自 见过一个人 那已经过世了 那个人的母亲 就是宋上杰的布图围当中 完全一致 因为他母亲 有一种严重的病 他只能在地上爬着走的 是这一位弟兄 他把 他的母亲背上台 宋上杰祷告以后 他母亲就走下来了 好了 而且这一位 李毅老师拜访的这个人 是共产党的党国元老 我忘了讲这个名字 中国来了 你可能会认得他 他过世的时候 他在上海过世的时候 连江泽民都参加 他的 他的那个 最后的那种叫追悼会吧 什么的 都提名的 他在共产党里面的地位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他是共产党员 但是 过世以前 那个人信主了 他妈妈就是在这 他亲眼看见了 他背他妈妈上台了 所以像这种事情 那你要怎么讲 所以我就说 他真的是 那我母亲因为在布道会信主了 所以我母亲在福建是泉州 所以他常常在宋上节布道 很多时候在闽南地区的 所以他参加过很多次 那有很多这种故事 都一边的传记可能都不会讲 因为他 这个神奇的故事太多了 太多到你写不完的 所以 我们只能说 我简单说一句结论 宋上节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 他所有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可以随便编出来的 绝对不是这样子一个人 那当然我在我的讲座里面 我曾经用像写诗一样 来描绘宋上节的生平 宋上节的生平 那其中有一个 他好像癫狂嘛 对不对 他是为主癫狂 我说他看来是癫狂 似乎是癫狂 实际是谨守 这保罗说的嘛 看是癫狂 是不是谨守 他是似颠实谨 因为他是非常有道德洁癖的人 可是他斥责罪恶 看来是癫狂 其实他真的是 我也认为 马克说的对 他就是像中国的约翰卫斯理 他真的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那没有错 他有痔疵 他最后死亡痔疵 他并不是没有看病 他中间有很多痔 但第一次痔疵痔的时候 是在欧亥尔 他在美国 但那不是唯一的一次看医生的 他不止一次 所以他从来没有拒绝看医生 他看过好几次 只是一直没有办法跟治 他在上海也看过医生 最后是在北京 北京的时候是一个德国医生开刀 但是也没有办法治好 是这样 他不是拒绝 这个看病的 他没有 他没有拒绝看病 然后洗衣服 他没有炎炎炎炎炎炎炎的 有 你去看那个苏邦多的那个牧师的传 就写到 他到江西的时候 随时都会有人给他洗衣服的 他每天真的纯身大喊 那个衣服都湿掉 所以 所以 他去过任何地方 每个人都知道宋长杰有非常严重的痔疹 这是公开的 Everybody know 大家都知道 他没有炎炎炎炎的 没有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些他的话 就是说 经不起事实上的一个推敲 不过 当然关于这本传 因为我没有直接读过 所以我想 马克刚刚的评论 我觉得是非常中肯 我也完全同意 好吧 我就先说到这好吗 然后 下面有一些时间 大家可以Q&A 来回答一些问题